狗狗脚趾缝红肿 为心力职业受医师 狗狗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考虑指尖炎 最重要的是找到红肿的原因 对于治疗来说 效果才是最好的 那么不用盲目的用药 以免延误病情 狗狗脚趾红肿主要有 一下几种原因 最常见的就是指尖炎 病因有细菌性和真菌性的 那么细菌性感染最常见的 治疗可以采用抗菌消炎即可 再者也可以是肿瘤疾病 比如纤维肉瘤 皮肤腺癌等 治疗的话 主要根据肿瘤性质 不一样来治疗 首先将周围毛发剔干净 保持患部的干净整洁 如果狗狗踩了水之后 将水擦干 这样就能够很好的预防指尖炎 肿瘤疾病老年前比较多 需要准确时间准断 积极治疗